大家好 我叫Andy 隨著那個貿易戰的那個 中美貿易戰的那個 不斷的升級 其實我們看到了整個的那個 中國的經濟啊 越來越走向那個 衰退 但是我們作為普通老百姓 我們怎麼樣應對這麼個情況 其實變得至萬重要 那中國我想 首先我想講一下就是說 中國經濟為什麼會面臨著巨大的風險 第一個那個從政治上來講的吧 我們這個習總書記上台之後啊 可以說是 就是發稿那個股進民退 就是做大做強股股有企業 然後呢 民營企業 人家前兩天有那個什麼 總共會的什麼那個一個官員 需要在一些 需要在私營企業當中 需要在私營企業當中 讓那個什麼 員工跟那個 參與私營企業的管理 共享那個私營企業的那個 成果 但是沒想過 這個員工 會不會跟老闆來共擔風險呢 這樣是不可能的事情 這種無稽之談可以說是 但是這樣一種左的論調 可以說是 我覺得中國越來越走向了左的一個方向 那麼就是國進民退 那國有企業 做的就是越來越做大 一帶一路跟民營企業有什麼關係 跟民營企業有什麼關係 但是實際上呢 經濟的說改革開放幾十年來 就算那個四十年來吧 改革開放 我們國家所取得的經濟成就 我可以說是 當然可以說是 完完全全是有 就是要放開了市場 放開了市場 才取得今天的成績 但是如果是我們 這個國家如果往回走 倒退到那個計劃經濟時代 國企做大做強 最大最強的就是 計劃經濟時代嘛對不對 所以都是國企或者說集體之間 沒有私營企業 是吧 這種情況當然不是 經濟肯定就是說 發展不起來的 這個哈利克有一本書叫做 《通往奴役之路》 哈利克是一位美國的那個 應該說是在 全球吧 最知名的經濟學家之一 那麼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啊 那麼他是自由主義那個 經濟學家的那個 代表人物之一 代表人 包括米塞斯當中 他寫的那個書叫做 當然很多人都 可能大多數都看過的 通往奴役之路 那麼實際上就是說 他認為 這個計劃經濟 就是奴役人的一種經濟體質 做大做強國企 國進民退 實際上就是做小 就是說經濟 就必然就會發展不起來 這樣的例子很多啊 我要舉例子就是說比如說 這個只要國有企業 很多人就覺得那個什麼 很多人呢 就會覺得 只要是民主國家 這個經濟就會發展得很好 只要是那個獨裁國家 那個經濟就發展得很好 其實這個觀點是錯的 這個經濟發展的好 好於壞呀 其實跟這個 這個市場的自由度相關的 越是自由的國家 那麼他就經濟發展得很好 跟那個民主或者獨裁 沒有過什麼很大關係 我舉例子啊 大家可能會覺得 美國民主國家 所以經濟發展很好 所以經濟很發達 那個歐洲民主國家 那麼發展得很好 英國民主國家 所以經濟發展得很好 發達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是不是覺得 民主國家就會 經濟就會發展得很好 其實也有例外 你比如說 一個例子 印度 對不對 印度是民主國家 而且是非常成熟的民主國家 它是 就是說但是 印度經濟為什麼發展不起來呢 印度經濟發展不起來的原因啊 就是因為在尼赫魯執政的時期 尼赫魯執政的時期就是說 他就主張那個搞那個 計劃經濟 學習蘇聯那一套 搞計劃經濟 他當時還請了一個很 一個很著名的一個 當時印度的 一個很著名的一個 統計學家 讓他來做 為這個經濟做計劃 我們該生產什麼的 該多少人生產 鋼鐵 該多少人生產 汽車 該多少人生產 糧食 這兩個計劃 我們要生產多少糧食 生產多少汽車 生產多少鋼鐵 這樣的計劃 去按這個計劃去做 他覺得按這個計劃去做 就會不會有浪費啊 就是覺得市場經濟會 很多諸多那個 不好的地方嘛 就按計劃去做 不會多不會少 那這是很好的想法吧 其實這是一種幼稚的想法 我們現在證明 就是完全做的 所以說 印度 他因為搞計劃經濟 所以他就做不起來 這個經濟啊 就不起不來 這次說的是那個 我們說的是 就是說 計劃經濟 當然這個事情還有很多啊 計劃經濟就是 那個 只要是這個股 計劃經濟成分越多 那麼這個經濟就會 發展不起來 我可以還舉個例子 比如說 維內瑞拉 維內瑞拉 這個 維內瑞拉也是這樣子的 其實他也是 可以說是 也算是民主國家吧 民主國家吧 那個 他那個總統叫什麼 是 突然忘記名字了啊 查維斯 查維斯上台之後 也是搞那種 維內瑞拉主要的那個 就是石油 石油嘛 那麼他實際上是 他當時的那個 我記得他是 他的那個 人均GDP 有超過八千多美元 人均GDP 實際上是 也有歸說是在 南美洲 已經算富裕的國家了 因為他是靠石油嘛 靠石油 當時石油價格 比較高的時候 這樣做 那麼最後呢 那查維斯一上台之後呢 就是有 大搞那個 高福利 高福利把那個石油企業 全部收回那個 國有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LP什麼 LPVC 還叫什麼公司 就這家公司來做 所有的石油 然後呢 用這些石油賣的錢呢 給那個老百姓搞那個 各種的高福利 我不是反對高福利啊 但是說 我如果說反對高福利的話 很多人就會說 你這個是對 對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說 對窮人沒有那個 沒有 沒有 沒有同情心嘛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這個 他把這個 國家掌控這個這個 最賺錢的 就是石油嘛 行業 然後呢 用這些錢呢 他去什麼搞什麼 免費醫療啊 搞什麼這個免費教育啊 食品補貼啊 住房補貼啊 那補貼到什麼地步 他在塔威斯的時候 他那個 比如說他那個 汽油的家 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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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雷人拉 我看那個報道是 那個汽油便宜都不行 那個汽油在文雷人拉 汽油便宜都不行 便宜就是說那種 比水的價格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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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樣做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很多人就 很多人就把那個 從 走私嘛 你既然這麼便宜 很多人就從 從那個 維麗人拉 走私 那個那個 成品油 汽油啊 到那個國外去 偷用出去賣掉 當然這樣偷出來就是錢的 對不對 你賣到國外去對吧 很多人做這個事 黑社會啊 做這些事情 後來就是呢 石油價格暴跌之後呢 當然這個 維麗人拉的經濟就 就是說 有錢賬 這個通貨膨脹啊 就高的不行 百分之 一百萬倍的那個 通貨膨脹率 那麼這樣結果是 什麼樣子呢 因為它這個 它是 國進民退嘛 維麗人拉就是 國進民退嘛 我家企業 國有企業很強大呀 對吧 轉換了所有的石油生產 但是 結果什麼樣子呢 結果就是 整個維麗人拉 到現在為什麼 怎麼回事呢 所有的人都已經 所有的人呢 而且很多人都已經 就是那個 飯都吃不飽了 中國會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很難說 很難講 很難講 你比如說我們現在那個陽市 實際上是很多是靠進口 你比如說大多啊 來自美國啊 如果是跟貿易商打下去的話 跟美國的那個 互相加關稅加關稅 結果 可能你這個產品 也賣不到美國去 那麼 國內很多人失業啊 失業率很高啊 那麼 結果有可能會 我相信不會像 委內瑞拉那麼嚴重 但是我們每個人 還是要有警惕性 還有警惕性 每個普通老百姓啊 如果這樣搞下去的話 我覺得還是需要一些 大家需要一些警惕性 不要 不要用理就是說 這是一個天方夜談的事情 委內瑞拉的人也不會那個 他們在那時候 過得很好的時候 沒有人會想到 會變成有今天這樣的日子啊 沒有誰會覺得 他那個什麼 當初的日子過得很好 好得很 好得很 他們可以 就是說有那種 高福利 但是到今天 委內瑞拉你可以看一看 他們就是說 很多人都留 就是說飯都沒有吃啊 就是說 那個食品 就是你用食品的 超市裡面那個 手指 都沒有 在賣的 就是那種 街頭上那種暴力啊 搶什麼東西呢 搶吃的東西 搶吃的東西 現在成為一種 就是說那個 人道危機了 委內瑞拉發展到 這樣的地方 這都是因為就是說 搞那個國境迎退 造成了結果 就是說 用計劃經濟 或者用高福利 這樣的方式 這是個反面的例子 我們再講正面的例子 再講正面的例子 我們講美國吧 就講美國 美國也不是說 沒走過萬路啊 你比如說我們就要講 最近的 那麼就是說 八十年代的里根總統 里根呢 就是說美國在八十年代之前的經濟 也是一直就很久 就是說 發展不起來 也是因為各方面的那個福利制度啊 等等這些東西 到里根的時候呢 就是說 那麼里根就一改那個就是說 主張走那個 更自由化的 更市場化的道路 那麼帶來就是說 帶來這個美國的就是 八十年代的那個 整個一二十年的一個繁榮 一二十年的繁榮 那麼里根的那個 很多政策 也是就是說 減少那個 政府對那個 市場的干預 減少這些東西啊 讓那個市場更自由 那麼 最近的 比如說川普 川普總統上台之後 那麼 你看他是上台 跟那個民主黨上台的 跟民主黨的那個總統 那個奧巴馬不同 是吧 比如說 這個對市場的 兩千多項 他一上台之後 就廢除了兩千多項的那個 那個監管 監管措施 那麼廢除了兩千多項監管法律 那麼 這樣監管 越少 那麼對市場的干預就越少 那麼這個市場就越活躍 那麼市場就一定有信心 你看他一上台 美國股市就飘漲 那麼失業率就降低到 就是說 本世紀最低的水平 就是 就是說 那麼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成績 川普只是還 他上台在一年了 對不對 那麼就有這樣一個成績 這都是 這沒有別的訣竅 其實沒有別的訣竅 就是說 讓這個市場更發揮作用 那麼 這個經濟就發展起來 一點訣竅都沒有 是吧 你不用什麼那個 你只要把那個 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把它放開 不要這個不能干 那個不能干 這個要 要准准門檻 那個要准准門檻 那個要准准門檻 就是說這樣就會 必然就會導致這個 經濟就會 我可以說實 就是說 你如果管得越多 政府管得越多 那麼經濟就會 發展不起來 這樣的意思很多很多 任何一個國家 都是這樣的情況 那中國就不用說了 對不對 中國這改革開放 40多年 40年的成績 完完全全是因為 就是說 比起我們激化經濟時代 比起毛時代 那我們是 讓市場 有一個越來越多的 市場的成分 這樣的經濟當中 那麼 我們就取得了這樣 其實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市場的 這個自由度 我們的市場的自由度 其實遠低於什麼 美國 但是即使 即便是這樣 我們中國 可能就比如說 有個百分之七 百分之六七十的自由度 比起美國國家是說 那麼我們取得的成績 也是就是非常巨大的 這是為什麼呢 就是市場的重要 但是這樣一點 但是我們現在好像看不到 看不到我們繼續改革的一個動力 好像這個市場啊 就好像現在 要倒退 要主張什麼各種各樣的奇探怪論 什麼 那個 讓那個 工人 跟那個 老闆 來共享那個 什麼那個 企業的成果 讓那個 但是 你不跟他分担風險 這不是市場的重要 這不公平嘛 對不對 這對老闆不公平嘛 那麼 讓那些私營 你要對那個 從大大小小的各種各樣的 私營企業 經營啊 受到了很多的那種壓力 可以說是 包括我們的稅收 稅收的實際稅付 是越來越高 並不是越來越低 讓那個川普 減稅啊 減去監管 去掉監管 那個就是那個 那個減少那種 對市場的干預啊 等等這些東西 所以說美國的經濟 我說美國經濟 如果川普如果這樣 繼續做下去 或者說 那麼我覺得美國的股市 我說早就預測了 他至少有個十年的 十年的那個 十年的一個那個那個那個 牛市 美國經濟啊 當然他股市就會表現出來 股市就會表現出來 但是中國你看 我覺得是沒有信心 如果這樣做下去的話 沒有信心 那麼對於老百姓 我們怎麼辦 我們怎麼辦 我們沒有辦法去改變這個 國家制度 沒有辦法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普通人的話 那麼我覺得 你要防範幾個風險 第一個你的投資要分散 我不是說那些那個 說那些非常有錢的人 非常有錢的人 也不需要我來指點他們 做什麼東西 我說的是普通老百姓 就是你一般的工薪階層 或者什麼樣的那個 一般的人 那麼你也要做好 一個分散投資 分散投資和那種 就是說防範風險 就是有錢人呢 他們不怕不怕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實際上是 他們錢多嘛 對不對 幾千萬上億的資產 隨隨便便在海外去投點資 那麼即使他國內的資產 全部打水漂了 我們有了 他在海外的資產 也可以讓他有飯吃 對不對 不至於會挨餓 不至於活不了命 所以說最難以承受風險的 往往就是中產階級 那種葡萄百姓 因為你的錢不多 所以說你尤其是要做好這個風險的防範 那一旦出什麼事 你一定要做好這個風險的防範 這個為什麼呢 其實啊 我剛才講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這個錢很少吧 你虧一點點 那麼你就飯沒得吃了 這有錢人虧一點 那麼虧個90% 他還有10% 他還是足够他吃飯了 對不對 他還是足够他養活了 所以他不怕風險的 有錢人 我覺得你如果是非常有錢的話 我覺得你無所謂 你隨便玩吧 對不對 隨便玩 但是就是普通老百姓怎麼辦 那麼 你尤其要注意那個風險方法 我給你一個建議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的投資的話是 如果說是 我覺得哈 一般人的話 如果你投資在海外 比如說你投資在美股 美國股市我覺得可以投 但是呢 但是一般人你買美股的話 你可能會有個什麼問題 你可能對選股啊 不是特別那個 不是特別在行 因為你對美國這些國家股市 它這個 有些美國股票 看上去是美國股票 但是它實際上是中國 它主要業務在中國 對不對 或者是 那麼你也分不出來 如果中國出現問題了 那麼你買還是這個股票 還是跌下去 也有可能 不是沒有這種可能 所以說 我覺得這個問題就是要 大家要覺得 那麼 如果你買投資海外的那個 資本市場 那個股票市場 這些東西啊 我覺得 投資那種 那個基金為好 就是那些基金為好 這是一方面 這是一個 你但是這個投資呢 你可以分散 如果你當這個基金也有風險 股市的話當然 也有風險 當然還是有的 即時投資在美國股市 也是有風險的 並不是沒有 那麼如果你是一種 低風險的那種 最小的那種 穩健性的投資的話 其實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還是房地產 房地產這個 對適合大多數 適合大多數 適合大多數 我覺得適合大多數 其實中國人也是喜歡 買那個房子 喜歡買房子 但是呢 我們很多人就是說 在那個 在投資的時候 這個特別 特別就是說那種 你說投資金融市場的話 你也是買股票 買證券 買債券 買債券當然那個風險很低 但是收益也低 債券的話對不對 那麼 當然你買垃圾債 風險也很高 不要多 對不對 那個 企業債呀這些東西 那個風險很高 如果國債就沒什麼風險 但是當然整體來說 債券的風險 要比股票低 對不對 但是股票的風險 還是又比那個房地產 要高 實際上是 比房地產要高 尤其是你像那個 在那個 你舉個例子 我覺得 其實如果說 其實我最早想講那個 怎麼樣投資房地產 作為普通老百姓 你怎麼投資房地產 那麼中國的那個房產 價格 現在是那個 拜登出來的報告 是有29個城市 一百 前面100個城市 其中有29個城市 已經開始下跌了 那麼我再加入了一些 那個房地產的那個 銷售的群呢 銷售的群 銷售的群 都是房地產中介的 中介公司的那個 裡面的成員 都是專家了 都是裡面是那個 資深的專家 都是一些那個 那麼 我的感覺啊 國內的房地產 據中介面說 在群裡面 今年的那個 什麼金酒飲食啊 這樣的那個 這個火爆上面沒有了 啊 金酒人士沒有了 沒有什麼 沒有哪個城市 有那種金酒飲食的那種概念 可以說是 都不談這個東西了 那麼 是吧 沒有了 銷售是非常的高的 嗯 那麼 有些地方的房價呢 就是像在那個 低價 比如說低價 有個統計數據是 南京和杭州的那個 低價已經跌了29% 低了29% 低價跌了29% 當然這個 具體原因我不清楚啊 但是這是一個現象 在很多一線城市 已經開始就是 已經有29 前100名 前100個城市 已經有29個城市 這房地產價格已經下跌了 價格下跌啊 實際上是 我覺得一個是一個市場啊 價格要下跌之前啊 那麼它不會說是 它現在還扛住了 沒有跌很大的幅度 跌個百分之幾啊 跌個百分之幾 不是很大的幅度 但是 你要知道一個問題在哪裡呢 就是說 這個房地產 因為這個成交量萎縮 這才是要命啊 這才是要命啊 因為這個房價 漲得頂峰之後 那麼成交量萎縮之後呢 就是代表這個市場什麼 大家都不交易了 那就意味著這個市場要什麼 要轉向 如果房價 如果是房價繼續漲 房價繼續漲 那成交量 成交量如果直接放大 那麼說明什麼 繼續會漲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還是很有熱情 市場還是很有信心嘛 很有熱情嘛 那就說明這個方向不會變嘛 但是如果是成交量萎縮的話 那是什麼呢 那就方向肯定要變了 意味著 對不對 方向要變了 那麼什麼呢 就是說買的人 買賣的人也不願意賣 不願意加加賣 買的人也不願意加加買 那麼這個時候就拉鋸 拉鋸的結果是什麼樣子呢 如果是這個房價是在跌 跌到了賣的人不願意賣 買的人不願意買 那麼這個時候會轉向什麼呢 那就會漲 但是在漲的過程當中 成交量萎縮的話 那麼結果代表什麼呢 很大的概率就是往下跌了 是不是 因為大家都不賣的不願意賣了 賣的不願意賣的是什麼呢 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買的人出價 沒有出了他理想的心理價位 對不對 所以他不願意賣 不願意降價賣 就扛一扛 買的人不願意買了 對不對 那麼就說明他就是什麼 一個是要不是買不起 那麼就是那個 實際上是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這個買不起的可能性是更大 因為房價到了這個地步 我們的收入水平沒有上去 那麼確實買不起了 老闆心已經買不起了 買不起 你再怎麼漲 你漲沒辦法 沒用嗎 你漲上去有什麼用 我付不起錢呢 對不對 那你怎麼 你再漲到天上去 那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你漲的一百萬一平一半 怎麼樣 我付不起我沒有這個錢呢 是不是 我只能看著 我只能那個 所以說 所以說這次問題在這裡 買不起了 就是老闆心的錢呢 你連付 不是說付錢 你付首付都沒這麼多錢了 啊 所以就是沒辦法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面 我覺得哈 目前來說 我是一直主張 在這個時候 又很難說 我們也很難說是 就是房價一定就是那個 一定就是跌 或者怎麼樣的 房價就是房價的趨勢 我個人認為哈 呃 有漲的可能 如果說是人民幣大貶值 或者是通脹 大通脹 那買個雞蛋就一百萬 那房價會不會漲呢 當然會漲 一平米不可能說 不可能說是那個嘛 不可能說一個雞蛋都不如嘛 對不對 嗯 那麼成本都看了一個雞蛋 一個雞蛋變成一萬塊 一萬塊錢一個雞蛋了 人民扁在這個地步了 那房價肯定要漲啊 但是 你所 但是你實際上名義上的 你的房價漲了 但是你的什麼 你的那個實際的價值 是跌了 對不對 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就是說房價有可能漲 但是它的漲幅 現在我可以百分之百確定 它絕對不會超過通貨膨脹率 它絕對不會超過通貨膨脹率 這為什麼呢 嗯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實際上是這個整個經濟 這個房地產 一個是 一個是人口啊 就是我們建的房子 就是已經夠多了 這個人口呢 在 過幾年之後 因為這個 一太化政策之後 那個生育率降低之後呢 這個人口開始下降了 人口開始下降了 其實我們在 如果你去觀察你身邊的那個 那個家庭啊 其實大部分家庭 其實我所認識的朋友 大部分家庭 就是它的住房 已經沒有問題了 因為很多都有兩套 三套 四套 就普通的家庭 不是什麼三觀無力 就一般的家庭 一般的空心界神的家庭 很多在 你像在 比如說是長沙對吧 那我建設很多 很多都要兩套房子 兩套房子是很正常的一個家庭 是吧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房產的這個 就是說 多餘的部分 很多實際上是已經很多 這為什麼也可以看出來 就是從我們的回報率也可以看出來 租金回報率 那這時候中國的那個房產的那個 租金回報率大概 就是房價跟租金一起比的話 大概是2%左右 2%左右 是一個很低的一個比例 很低的一個那個那個 這個回報率的 你的回報率 所以說那個房子的 但是如果說是 當然你也可能會出現這個 再漲個 再漲個什麼兩年三年 但是你要知道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的房子啊 就那個市場啊 它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就是說 已經漲了二三十年了 這個房子 那麼 沒有永遠上漲市場 是不是這個道理 那不可能漲到 漲到什麼 漲一百年你覺得相信嗎 中國的房地產 漲一百年 漲一千年 你覺得你相信嗎 那總會有大跌的時候嘛 對不對 我們比如說大家 以跌50% 作為一個跌 你比較準 那不可能說是一千年 都沒有一次跌50%嘛 有沒有這種可能呢 沒有嘛 那麼 總會有跌的時候 那麼現在 我覺得這個 越來越這個 暴跌的概率 越來越大了 越來越大了 這個可能性啊 就越來越大了 當然你也可能可以說是 我們炒股的很多人 就是在這個市場上 炒股的時候啊 那麼你不能說 把這個利潤吃盡 這個股票在漲 股票在漲的時候 你不能說保證你 每次都賣在最高點 那是不可能的 你應該在辦三宵的時候 就下車 對不對 你才能保住你的利潤 如果你這個 特別貪得無厌啊 你最後就是 你跑都跑不了 這樣的利潤很多了 在資本市場上面 對吧 貪得無厌的話 你一定要賣到最高點 你的價格就是最高的 那麼所以說 我覺得建議這個時候 你也許會 還漲五年房地產 但是你現在賣 你也不用後悔 比如說國內的房產 你現在賣也不用後悔 沒有什麼後悔的 再翻一翻是別人的 跟你沒關係 對不對 那麼我覺得 現在是時候 可以把 就是你多餘的房子 在國內多餘的房子 你給了兩套三套 那麼你賣掉一套 賣掉一套 賣掉要怎麼辦呢 那麼如果是你是專業投資者 一般老百姓沒有這個 投資技能 那麼你買房產 是比較那個 在海外買房產 是比較那個的 是比較理想的一個 投資方案 為什麼呢 第一個 風險很少 就風 我隨便講就是風險 因為這個房地產呢 他這個 尤其是海外的房地產的話 中國房地產是因為他 價格很高了 就是已經漲到這個地步了 他就說 那就是埃及的剛才分析 中國的重關經濟形勢 它的未來趨勢 國進民退 這個下去 中國經濟是沒有希望的 沒有希望的 那麼基於這種前提 我們說中國的房地產 不能再偷了 不能再買了 你應該做空了 就是賣掉 賣掉所多餘的房子 那麼 那麼你這個拿到錢之後呢 你應該買 國外的房產 但是這個國外的房產 我們也分析 如果但是我覺得如果是一般的 我當然我這個視頻 我是跟那個普通的那個 普通的就是工薪階層 是吧 不是富人 講這個 講那個東西 普通的老百姓的話 我們要怎麼樣去做 那麼你可能 你手上拿個兩三百萬 三四百萬 你買一條一條房 那麼這個錢怎麼辦 你不會存在 存在人民幣 放在家裡 對不對 那你應該怎麼做呢 在海外投資 你又不懂 不懂這個企業 怎麼去選股 你也不知道 那麼你怎麼做 做那個買房地產 就比較簡單 而且風險級 風險比較低 因為這個房子 是你在你名下的房子 那麼這個房子 滅失的可能性 也是非常小的 對不對 也是可能 發生地震啊 但是有保險嘛 對不對 可以買保險 那麼就是說 這種情況下面 就是房地產投資 還是值得 還是值得 作為那個 普通的工薪階層 是值得投資的 但是我就分析了 就是說 當然你像 在美國買房的話 回報率 大概美國的買房 那個租金 當然我們作為 自然投資的話 實際上是 我們有一個觀念 我們不是買了這個東西 就是說 即使你自己住 即使你自己住 買了自己住的 你也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對這個 資產的一個價值的一個評估 就是說 你這個房子 和租金回報率 要多少 因為這個房子 買在這裡的話 你同樣的那個 你同樣的你買和租 你也要看這個 看這個租金和那個 租金和他那個 房價之間的一個比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對不對 那麼這樣的 這樣一個租金和房價的比 就租金 越高 啊 租金越高 那麼這個房子就是什麼 就是越值得買 租金越低 比如說一百萬的房子 一百萬的房子 如果他一個月租金才一百塊 就是租金 那個租金 一個月租金才一百塊 那麼這個時候 你應該怎麼樣 不是買啊 是租啊對不對 如果他一個月租金一萬塊 對不對 那你什麼應該什麼 應該是租 應該是買房子 而不是租房子 對不對 那麼什麼一個比例 就是我們這個租金 租金回報比 是吧 那麼這個 那麼你要買的 肯定是買租金 那個租金 租金房價比 比較高的那個 才是那個 才是你應該 應該購買的房子 那麼你要買房的話 就應該買這種 那麼這種房子 在哪裡去選呢 我們就一個表 就是在 大概是就 美國的話大概是 在2%左右 在歐洲的話 也大概就在 23%左右 那麼 還有呢 就是 其實在那個 我們當時這個 中國的我考察 就是中國周邊的 一些國家 中國周邊的一些國家 你比如說 那個 成分發達國家 基本上就是 3%左右 年會報率 像日本啊 韓國啊 都差不多 但是比較高的呢 就是一些發展中國家 你想那個 比如說我們比較高的 叫那個 菲律賓 那個印尼 那個緬甸 還有那個 越南好像 越南那個沒列進去 那個還有幾個 租金比較高的 當然這個 還有一個 泰國 我現在在泰國 泰國的那個 那麼我們分析了之後呢 列出來幾個 比較高的呢 就是一個是 就可選的 方案的是 一個是那個 一個是那個 一個是那個印尼 印尼的那個 就是說 租金回報率 大概是在 租金回報的話 年限度大概在 就用租金 把那個 那個 租金累加起來 多少年的付金 可以加好等於房價 那麼在印尼 大概是在 13年就可以了 在印尼 那13年 這平均的回報率 非常高 印尼那個 我記得是那個數據 13年 在泰國的是 平均的是 19年 就說 19年的租金 累加起來 就等於你的房價 泰國四樣的水平 然後那個 這是平均水平啊 然後是 還有一個 那個比較高的 超過泰國的 有一個是 那個 好像是 忘記了啊 還有一個國家 是緬甸還是南國家 泰國 那麼租金回報率呢 但是這個 我考慮的印尼 緬甸 對 印尼 因為它有一個 什麼分別 它是那個 在歷史上有 排華呀 排華 其實你本來是 如果它那個 政治制度或者是 它那個整個的社會氛圍 比較好的吧 我覺得印尼也不錯 因為它那個租金回報率 實在太高了 印尼13年 13年就可以歸本 相當於這個房子 那麼 那麼 對於那個 印尼的話 我的想法是 什麼呢 為什麼不選 因為這個 為什麼排除掉印尼呢 主要原因是 這個 它歷史上的那個 因為它這個是一個 民族主義情緒國家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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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 就是老百姓也是那種 就是那種 排外情緒非常強 這看不到外國人 印尼就是這樣一個國家 他們在歷史上 有什麼那個 90年代的排華呀 歷史上很多次排華 對華人就是非常非常殘暴啊 對華人進行燒殺強烈 那麼如果你買個房子 在那裡的話 我覺得是很不安全 因為它有排華的那個 行銷 緬甸為什麼不選 其實緬甸的話 緬甸的話 排除緬甸的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說實話 這是有一個政治原因的 如果你知道那個羅辛亞 羅辛亞人的那個事情 緬甸本來是個佛教徒的國家 佛教國家 那麼實際上是 人應該是很優傲的 但是其實我們看到那個緬甸的那個 緬甸的 尤其是緬甸那個昂山蘇吉上台之後 慢慢再進行民主和轉型 民主和轉型 而且它的 如果它是一個發展潛力 其實也蠻有潛力的 我其實蠻看好緬甸的 但是說實話 因為它這個 羅辛亞這個事情 羅辛亞也是一種 強烈的排外情緒嘛 就是說那個緬甸人 對那個 對那個 羅辛亞人 羅辛亞人 羅辛亞是靠近那個 靠近那個 那個 那個 溫加拉那邊的那個 一個 一個邊區吧 邊境地區 那麼就是說 把那些人趕到溫加拉過去了 那個 佛教民間啊 民間那些人呢 我看那些視頻 我覺得很恐怖 我看那些視頻的小孩啊 被打死在那個 池房裡面啊 就這樣 哦 一家把房子燒掉 把那個 羅辛亞人 房子燒掉 把他們趕走啊 這都佛教徒做的 緬甸的佛教徒做的 佛教啊 那佛教徒也可以這樣殘忍 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對緬甸這個國家 對緬甸這個人 至少如果投資了 我不回去 那個地方 如果你在那樣一個地方的話 那你的資產是沒有保障的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他整個這個社會的情緒 還有一個越南 越南也排華 對不對 中國人印象不好 就是越南 我也放棄 那實際上想著想去 想著想去 老挝爾實在是太窮了 老挝爾是吧 然後那個 實際上想著想去的話 在周邊國家的話 在東南亞這一帶的話 又有回報率高 又有這個社會穩定 而且是比較對外國人 比較友好的國家 其實只有一個就是泰國 當然這個泰國和那個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也有那個 比如說在那個 馬來西亞的那個 很多中國人在那個馬來西亞 新山 新山就是靠近那個 新加坡那個地方 在新加坡那個地方 買房子 新加坡那個地方買房子 他們就說 他們的那個碧桂園 在做的很大嘛 做的很多嘛 就是森林城市 實際上一個是 你像那個馬來西亞政府 這個 新山的總統 也是那個 對這個 對這個 這個 中國人在那邊就說 因為他們在那邊做的那個房子 做的那個 在新山做的那個房子 就是基本上沒有 沒有當地人 沒有當地人買這個房子 甚至當地人都不讓進去 那麼這樣一種 國中之國的搞法 實際上是我覺得 這也是不行的 對不對 那麼這個 當地的這個 也有反彈情緒 而且馬來西亞是一個 以什麼 以那個 摩斯林為主的一個國家 伊斯蘭教的國家 當然它是比較 世術化的伊斯蘭教 但是說實話 我個人我不是很習慣這種 氛圍的那個國家去投資 而且最關鍵的是 在新山那邊 很多人買了房子 都發現什麼呢 租不出去 不是有沒有租金的問題 是租不出去 沒人租 現在交了很多房 啊 你 你 就說你 沒人住 是吧 沒有這麼多人來租 這房子 對不對 所以說它的回報率 沒有回報率 那就 只能買的都是他所存的 只有名義價格在那裡 然後這個房子 多少錢 新房子還是這個價格 你沒跌 沒跌下去 但是你也賣不出去 你也租不出去 那你只能自己住 如果你在新山那邊買房子 在這種情況下的話 這個所以我提醒大家 就是買房子要消息 那麼放棄了馬來西亞 那我們再看看泰國 為什麼選擇泰國 為什麼選擇泰國 泰國的那個情況啊 就是說 跟那個馬來西亞 不一樣的一樣什麼呢 泰國呢 他一直以來 他這個 首先我們講的文化 泰國這個 這個國家 這個非常有意思的文化呀 他本來是這個 他可能原來是 跟那個馬來西亞 本來是一個國家的 是吧 馬來西亞還有那個 幾個國家嘛 周邊的幾個國家 都是一個國家 叫新羅國嘛 他後面是 就是分開之後呢 就是馬來西亞 泰國人呢 就是佛教徒為主 泰國是佛教徒為主 佛教徒為這個 泰國這個佛教徒啊 我們講微孝的國家 微孝的國度 這個泰國的佛教徒 非常非常友好 友好 友好在什麼呢 對 一個是對 你比如說中國的那個 排外情緒也是很強烈的 你知道嗎 中國的你像中國人很多 比如說我們在網上看到 很多人對那個黑人嘛 對 比如說在廣州 不是很多黑人嘛 很多各種各樣的黑人 在裡面是不是 但是我們可以發現 就很多 很多那種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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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就對他們 非常反感 對這個黑人 非常反感 排外歧視他們 但是在 其實在很多國家 都是有這種情況 歧視我們那個外國人 但是在泰國 就完全不一樣 外國的話 你完全感覺不到 就泰國本地人 泰國人歧視外國人 這種情況 沒有 因為這裡 你像那個 比如說我在 葡萄島 葡萄島這個地方 我們看葡萄島 它這裡 完完全全沒有什麼歧視 歧視那個中國人的 或者歧視那個 歐美人的 這裡那個 葡萄島這個人口的話 我說的是常住人口 除了遊客 除了遊客以外 就是在這裡 住在這裡的 長期住在這裡的人 人 就是 歐美國家 當然美國人少少一點 歐洲人 和俄羅斯人 還有什麼 這些地方 還有一個 現在那個 印度巴基斯坦 中國人 現在也越來越多 那麼這個地方的話 全球各地人都有 實際上是 各地人都有 買房子 在這邊住啊 在這邊 在這邊工作啊 可能緬甸人啊 在這邊做那個 在這邊比如說 餐館 餐館裡面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小工啊 建築工地上的工人啊 緬甸人 很多 老挝 那邊的人過來在這邊 但是 你會發現一個特點 但是 不管你什麼人 不管你是哪裡人 這個泰國本地人 不歧視你 沒有歧視 是吧 不排斥你 啊 你在泰國任何一個地方 都不排斥你 他們對那個 對外國人的友好的程度啊 我可以說是 你想普吉島的話 我是 我是說這邊是 國際化程度最高的 很多人講國際化 國際化 國際化不是美國化 也不是歐洲化 是吧 什麼是國際化 國際化就是什麼 就是 這個 人口啊 來自於不同的國家 那麼 你就是國際化 那美國也不叫 那就美國化 很多都美國人 對不對 大多數美國人 那就美國化 歐洲 你去歐洲 歐洲化 歐洲還好一點 歐洲還有很多那個 那個外來移民 也現在也那個 是吧 當然美國也 也相對於 比起中國來說 當然是國際化 美國畢竟不同的人種 是吧 移民國家嘛 但是最國際化的 我覺得這個 比起歐洲 美國是吧 這個 國際化程度 要比他們要高一些 你這裡的人口 就來自不同的國家的 不同的文化背景的 這裡是 非常非常分散 非常分散 你找不出一個 一個一個種族 或者一個人 一個一個國家的 這個 一種文化的人 他是個 佔地的一個 絕對多數 包括泰國人 在這裡也不算 絕對多數 泰國人也不是一個 在這裡不是多數 不是多數人 可以說這樣說 應該不會超過 百分之十 二十 台國本地人 在普吉島 應該沒有 這樣一個比例 那就是說 任何一個國家 這些人 普吉島就像一個 聯合國一樣的 那遊客也是這樣子的 遊客也是來自全球各地的 你比如說 在巴東海灘的話 主要是中國人比較多 中國人習慣住在巴東海灘 對不對 那麼歐美人 他們住家的話 都家的話 他就旅遊的話 他們一般不住在這邊 住在那個 像拉庫納那邊啊 那個 他們租個別墅啊 租個別墅啊 住在這裡 租輛車租個別墅 然後在這裡度假 也不像中國人一樣 今天去安排個 中國人在這裡度假的旅遊 是旅遊 不叫度假 中國人沒有度假 旅遊 旅遊是什麼樣呢 要多跑幾個景點 今天星期 第一天 你看那個旅行車的 那個行程表上面 Day one 去哪裡 Day two 去哪裡 這每天都有行程的 每天都有活幹 每天都有 出來度假 其實比待在家裡 要累多了 這是中國人的玩法 但是像歐美人他不一樣 你像那個 上次那個 不知道那個 船難的事情 去那個黃帝島那個 船難 死的都是中國人 為什麼 為什麼上面 噴射有歐美人呢 因為他們不去 他們在幹什麼呢 他們是度假 他們就要不就住在一個 住在一個別墅裡面 然後那個 開個車出去 到那個什麼 比如說玩一下自己幹心意的 比如說去衝浪啊 在海邊上衝一下浪啊 過著很多人 就乾脆就住在這個別墅裡面 或者住在酒店裡面 就塞塞太陽啊 游游泳啊 就這樣過 這次不讓自己很累嘛 度假嘛 對不對 那就是晚上去酒吧 一條街去逛一逛啊 那麼歐文人是這樣一種 度假的方式 他不會去 不會去說今天 天啊 去去皇帝島 大廚去山后島 這個批批島 那麼每天去 形成這樣 不是這樣子的 中國人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那麼中國人要到各地去拍照 要去 要盡量地去多看一個景點 多看一個景點 當這種生活方式已經慢慢的改變 我發現已經 中國人很多年輕的那個 中國人的這種度假方式 也已經開始改變了 我也有發現 有很多年轻的中国人 他们开始就是 一个是自助行啊 自由行啊 他们也不会去把行政案 安排的这么满啊 也会是注重享受生活 享受度假 而不是让自己的假期很累 这样是 这是一个取始 肯定是中国人满满 也会学的会 对不对 也会学会这些生活方式 学会哪种好 哪种不好 大家都知道嘛 对不对 那么这都是共通的 所以说在这边 我就讲那个 刚才讲到那个 那些又插开题嘛 就是讲投资 如果选择国家的话 选择一个是回报率高的 刚才是那个 泰国是回报率是19年 19年的那个 那个出租回报 那么这样的话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车祸事件 大概就是平均 就是5%的作业的年回报 5%作业的年回报 那么 这个平均的是 比如说从清曼啊 曼谷啊 估计岛啊 加起来 那么这个平均 大概是一个水平 但是这里面 还会有高要低 哪些地方是适合投资 哪些地方不适合投资 比如说我们所选的 有几个地方 有几个地方 就是人口 就是比较热度 比较高的 房地产的三原则 叫撼克星 撼克星 就是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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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最重要 对不对 那么位置 城市也是位置 你选择在哪个城市 都是 也很重要 比如说我们所选的 有三个地方 一个是曼谷 当然是曼谷是 那个泰国的首都 人口最多 基本上是 就是泰国经济 最发达的地方 当然是肯定的 那么这个高楼大厦 跟那个 它这个官发程度 也是非常非常老 但是 为什么我不选曼谷 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呢 因为曼谷 是靠近平原地带 对不对 那么它的那个 地皮的供应是 可以说是无限的 你要多少也多少 而且这个泰国的 那个土地 是私有的 那么 你看中国 它还可以 政府就说 这块地 我不让你那个 我不让你建房 对不对 那我可以人为的 制造这种稀缺性 这个地 我不让你建房 那你就没法 没法那个了 你就没法开发了 你没法开发是吧 那么这个 人为的制造稀缺 那么这个房价 就会涨起来 对不对 但是在泰国 不存在这种情况 泰国是 只要有人愿意买 我就可以建 只要市场有需求 那我就可以建 那么这样就 结果是什么的 如果只要是土地 供应越来越充足的话 那么因为它 私有的土地嘛 土地私有的嘛 那么你一开始 原来是什么 那个种地的 一块一块一块稻田 那么你可以把它 把它弄掉 把它那个剪掉 就建房子嘛 你就得划算 你就建房子卖吧 对不对 那么它这个土地 供应室可以说是无限的 那个是一码平穿的地方 你要多少地 有多少地 所以它这个房子 涨的那个 涨的那个 虽然你看它那个 涨的那个房子 漫国的房子 它涨的最快的 就是那些地铁沿线的 那个地铁站附近 100米以内的 甚至50米以内的 那个房子 那么涨的比较好 那么你超过这个距离 你就很难 你就说想过得一个比较高的回报率 就是说不是 不是特别低下 而且你比较远一点的话 就更加是不行的 对吧 那么曼谷实际上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你投资在曼谷的话 你首先要选择在地铁站 越近越好 对不对 地铁站 这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说 它那个潜力的增长 增值潜力的话 它实际上还是不是特别高 问题是这 我刚才讲的 因为它这个 因为供应 它是可以说是无限的 对不对 你这个房地涨得很高的 那怎么办 大家就会什么 地铁就会延长 对不对 延长更远的地方 对不对 建一个站 最快又涨起来 这个又很多 住很多人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有一个政府来控制 说我不让你建 不让你建 这个人为制造稀缺 这样包括在那个 在那个清漫也是这样的 清漫也是如此 清漫也是那个 就是说可供应的土地 非常非常 它不是 唯独在那个普吉岛 普吉岛是在 就是那个普吉岛 它是一个岛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70%的部分是一个山 这个山上是没有办法建房子的 没有办法建房子的 所以说它这个土地供应 就是特别特别的 就是建一块 少一块 建一块 少一块 而且随着这个 它这个旅游市场的增长 非常稳健 它一二十年来都每年都增长 就是有人口的增长 每年都维持上10%以上的增长幅度 普吉岛的人口增长 就是说游客增长速度 它这个到什么样的地步 它这个季节性非常非常强 它这里的 普吉岛的那个房子 季节性非常非常强 它主要是在那个 你想在淡季的话 这个可以说是人就非常 就是说游客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的 旺季的主要是在一个10月份到那个5月份 10月份到4月份 这个旺季 在12月1月左右 是一个尖峰季 就非常非常旺 到尖峰季的地步是什么呢 旺的什么地步呢 就是那个政府会把那个房子那地方住 住哪里 政府会把那个小学呀 开放出来给游客住 当然这个你如果比较 你预算比较少的 那你就你就住不到酒店了 也住不到民宿了 你就只能住什么 住小学 里面去 是吧 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说 当然在中国也出现这种情况 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像这个张家界也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吧 那么游客太多了之后 它就 普吉岛是经常有这种情况 是到尖峰季 所以说 你到这里旅游的话 你最好不要在12月1月左右过来 这个就是 这个时候会是 你会非常非常难受 交通也很那个很拥挤 就是说 所以说我觉得 建议游客也 戳开这个时间 戳开这个高峰期 嗯 那么这边的到这个 这个租金呢 当然是非报 在尖峰季的租金 就是别说几千万 上万的一晚上一个别墅 那么这样的租金 这样的那个房价 是吧 那么这平时呢 就是它那个房价 也不是特别高 所以说 这边的那个房回报率呢 你不能看这个淡季的回报率 其实就是 看那个 忘记那几个月 其实很多旅游区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 忘记一个月 就顶一年 对吧 就顶一年 你看那个 所以说 它这个每年的 这边的那个 就刚才有讲了 它那个土地供应又比较 那个比较少 我是在第一次来普及岛 是大概是在 零几年 应该是在 零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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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六零七年 十多年前 十多年前 在这边地边 在这边来普及岛的话 当时这边普及岛 像巴东海滩 这边还有点人 其他地方基本上没人 其他地方 我开个车 在岛上转了一下 基本上就是一个 是个农村 到处农村 这边普及岛 基本上没什么人 现在这个人山上 到处是建设 到处都发展起来了 这十年时间 十年时间 到处都发展起来了 这个发展速度 普及岛的发展速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觉得 那个令我惊讶 原来觉得中国 觉得中国发展速度快 我觉得中国 这个十年时间 到处都那个发展起来了 但是 如果你十年前 你十年前 你来过普及岛 你十年后 再今天再来过 你绝对对会 不会认为 中国的发展速度快 你绝对认为 普及岛的发展速度 比中国要快多了 我可以说 不要这个夜晚自大 是吧 普及岛的这十年的 十年的发展速度 我可以说 非常非常 令人惊讶 原来很多不毛之地 你开车都去转了 原来很多不毛之地 都现在都人山人海的 到处的房子 到处的那个 所以它这个土地供应 就越来越少了 它没有了 慢慢会 慢慢没有了 尤其是我觉得 它跟再见个五年 现在普及岛 也是到处在工地 到处在建房子 建别墅 建那个公寓 等等的 各种各样的房子 再建 现在 再过个十年 再过个五年 十年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没有 能建房子 都建掉了 很晚到这样的地步 那么这个时候 什么 那就只能 把别墅拆掉 建公寓 如果再有 更多人过来了 那只能这样搞了 那你的地价 自然会上去了 所以说 我觉得 所以说基于刚才的理由 基于刚才的理由 因为这个公寓关系的 所以说第一个我们讲的 为什么要在中国 要逃离中国 把资产逃离中国 第二个逃到哪里去 我们讲的 为什么要逃到哪里去 如果要逃到哪里去 逃到哪个行业 那么我就逃到 逃到买房 投资 那买房投资的话 你就要看回报率高的地方 而且有潜力的地方 要有增长潜力的地方 那么我们刚才想到 从东南亚一带的国家 我们抛弃了 像欧美国家 一个是 欧美国家 一个是什么 考虑到什么 一个是 房价很贵 对不对 可以在你住在那里 也可能就是 也可能会就是 你的就业 你的签证 等等各方面的问题 都会有很麻烦 那么一般人可能 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那么在泰国的话 我看可能 对普通的工薪介绍 就很容易解决 比如说你的签证问题 签证问题 它这里有一个 50岁就有一个 退休签证 退休签证 非常非常容易办的 你如果在这里有房子 买了房子 在这边拿个退休签证 一点问题都没有 而且它这个要求是 你银行账户上 有80万泰铢 也就是16万多 19、7万人民币 就可以了 这个钱不是要交给政府 只要你证明 你有这么多钱 保障你的生活 它就可以给你一个 就是退休签证 所以说这个 在这边居住的 拿那种居游权 这种东西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相信大多数 那个工具新链证 都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说你80 50岁以后就可以 就可以在这边 这50岁之前 我想大多数人 也在国内有失业 有那个 那么你的什么呢 你的那个房子 什么 你在国内有失业 有工作 有那个 那么你在50岁之前 你可以在国内 照样干你的工作 如果国内出现问题了 你可以跑到土地道来 对不对 买个房子在这边的话 你跑到土地道来 住在你的自己的房子里面 干点什么小生意 要做点什么生意 那个维持一下文保啊 那么就 如果是在国内出现大问题 的话 有个后院 有个保障在这里 那么这样一个 我们可能刚才 就是说 刚才讲的这些情况 就是 那么你就会得到一个 有个保障在这里 另外呢 如果国内不出问题 也没关系啊 那么你的生意继续做 那么这边呢 房子年回报 这边的租金回报 一般都可以做到7% 7%是租金回报 是算了什么 就是说 在普吉岛 刚才说 在整个泰国 大概在5%左右 但是在普吉岛 会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里是什么 刚才讲的理由 因为它那个土地 供应会越来越少 它们的回报率 当然会越来越高一点 对不对 这个道理很容易 很容易理解 因为工序矛盾嘛 因为这游客越来越多 这个可供的低皮 可供建房子的低皮 越来越少 那么它这个回报率 当然要高一点 这个卖价高一点 是很正常的 就是你比起 就是回报率会高一点 在7%左右 你就很多项目 在普吉岛 很多项目都保证你回报 那个7% 它给你签合同 实际上 也就是签 比如说有个公寓的话 它签的是 那个 7%的回报 签5年合同 每年就按7%的 按你房价的7% 打给你 租金一年付一次 一年付一次租金给你 就付5次给你 然后5年之后 那么你可以继续续租 继续租 或者说那个 或者自己经营 或者是做交给其他公司经营 都是可以的 那么当然你这个签9了之后 它因为它这个租金 因为实际上是每年这个游客 每年增长10% 其实房价也在每年涨8%到12%左右 每年不同 情况不同 但是这个数据的话 光对普及岛的情况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那个房价增长速度 其实应该是 我个人感觉了 其实不止8% 不到不止10%一年 其实最近几个月都涨了很多了 你知道吧 有个看那个一个 我前两天在那个 前两个月在这边 我们有个朋友 要买一个那个拉库拉的别墅 它是那个600万买的 但是现在你去买的 就两个月 两个月三个月不到 这边它就要买640万人民币 是吧 涨了40万 两个月才涨多少 涨了 就涨了百分之几句了 那一年核子 核子10%啊 这根本就不止啊 我觉得 因为这个 但这个也是一个个案啊 我们不能指那个 也不能说是 以个案就是这个 那个就是这样去判断 就是房租涨幅 实际上我们保守估计在这边的话 年涨幅8%房价 涨8%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那个租金的话 我们就算百分之 你扣除一些其他费用 算6%左右 对不对 扣除一些什么物业费啊 这些东西的吧 各自关系的费用 你净回报6%左右 那么6%加8%吧 你净回报 那么每年的回报率 涨幅涨8% 你每年可以拿到多少 大概拿到可以一个 14%左右的一个年回报率 14%的年回报率 你又不知道 很多人觉得二年 14%对那些 我做期货吗 很多人说 做期货的朋友 14%算什么 我一天就可以做14% 做扫股的 我一天一个涨停满 就10%了 对不对 你这14%的回报率 没什么意思 但是你要知道你是那个高风险的 你那个风险是跟这个风险没法比的 你比如说 前两天有个朋友 他说他把那个钱借给他朋友的公司 一年给他12%的利息 你要想一想 你借给别人的话 借给他公司的话 他给你12%是什么 没那么多抵押的 他公司垮的时候就不还了 你这个钱 对不对 那么你面临着 就是承担那样一个高风险 你拿到个10% 还是愿意在普吉岛 房子是你的 你还可以拿到14%的回报 拿到低一点 那么你稍微仔细算一下 你就知道哪个投资 如果在收益相同的情况下面 那你应该什么 应该最叫风险地底 因为风险地底 就像一个 就像借钱一样 你房子全部在你名下 对吧 在你名下 在你自己名下 那就是说这样一个 投资的话 就是非常 达到年花回报率 达到14%左右的回报率 我觉得 在这样一个风险 装导致下面 有房子是 就那就是 在你名下的情况下面 你还能够拿到 13% 14%的回报率 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非常非常好 这个里面有风险 我说实话 这个里面也有风险 风险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普吉岛 因为它是海岛 那么它会有一些 自然灾害 会有一些自然灾害 所以说购买房地产保险 是很有必要的 实际上是 海啸一来 把房子推倒了 这种情况 所以说这个也要考虑 可以购买相关的 相应的保险 自然灾害保险 来保存你的资产 所以这一点 不要 不要那个 不要就是 隆转风 哥能干的自然灾害 都可能会造成你的损失 所以说 这个你要 算进去成本 这个可以购买保险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个呢 就是那个风险 讲到这边风险 也有可能就是 其实说 我就投资了 肯定要讲风险 所以说 我们首先讲的是风险 其实才讲的是收益 你要考虑到哪些风险 一个是刚才的 自然灾害 那么解决办法就是你买那个保险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就是因为普吉岛那边最快的话 因为我觉得 其实人口游客的增长越来越多 其实游客的增长越来越多 它有限度的 现在那个俄罗斯 中国人走的 中国人每年到普吉岛 现在是有 我们前面看这个数据是今年增长了 其实扣除了那个 其实即便是那个前面那个 那个七月份那个海南 海南对此的影响 其实今年的那个预计的那个游客增长数 就是同期的话 跟去年同期比较的话 也增长了26% 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 八月份也比那个 八月份的那个游客人数 也比去年同期的那个就是完毕 增长了26% 这个统计数据 每年达到300多万 中国人到这里来 但这样一个结果呢 这个我刚才说 这个真实上是个好事 为什么会我们讲的要考虑这是一个风险呢 因为这个游客越多之后啊 他如果这个岛上 他因为他接待能力只有这个样子 你把他全部建成房子 也只有这个接待能力 那这个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之后呢 这个度假的体验啊 就是旅游的度假的体验就会下降 这是一个风险 大家要考虑 这是一个风险 因为这个人越来越多之后 把土地岛本来是个度假的身体 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呢 变成了一个大城市那种风格的 变成了一种刀石高楼大厦 这种搞法都搞下去的话 那些都不成价了 对不对 那你就变成了一个那个工作的地方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 他也可能会就是 这个游客会 就是到了一定的地步 他不会增长 甚至会下降 因为这个 这个度假体验会 度假体验就会舒适度啊 这个这个就会下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会 游客就会慢慢就抛弃这里 那么这是一个风险 可以说是 但是这目前来说不是这样一个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那个 这是未来可能十年以后啊 或者说二十年以后这种情况 可能会出现面中 这种面对这种情况 至少不是最近五年 最近五年十年 还是一个增长的过程 还是一个增长的过程 这个游客增长趋势 而且中国人也越来越多 俄罗斯人也越来越多 包括现在在这边买房的 中国人也越来越多了 那么在这边买房的话 就是具体的一些 怎么买啊 怎么产权啊 这些东西之外 都是我下面再 以后再做个视频 因为这个视频实在太长了 实在太长了 所以说下次再聊 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那个加我微信 微信是116033 加我微信可以详细 大家聊一聊 在这边啊 我在这边就是在这边 做房地产 那个有兴趣的 很多事情可以 大家可以 不管你买不买啊 都可以向我 我们一起探讨 我有一个 建个微信群 大家一起聊 这些问题 这些话题 不管你是 卖房子的 做开发的 还是想买房子的 大家都可以坐在一起 在群里面聊一聊 在微信群里面 如果你愿意加的话 加我微信 我打你进去 好的 就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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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